有一個網路媒體 他在製作的影片 說是風向台灣 風向台灣做的是 所謂的街訪影片 但是針對台中市民的 所謂街訪影片 卻被大家踢爆 其中好幾位受訪者 根本就是民進黨議員的助理 自己塞的梗 自己來街訪 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影片 產生的過程 並不是這個媒體公司 或是這個網路公司 他們自己願意去做 而是DPP合作贊助 民進黨的合作贊助 原來是自倒自演 原來是假街坊這麼黑 我們直接把那影片 拉到最後有寫DPP合作贊助那裡 好不好 來 最後整個影片四分多鐘 只有在最後的時候 右下角非常小的標題 才寫DPP合作贊助 你在怕什麼 你在遮嚴什麼 你明明是合作贊助 講白了 是不是就是DPP出錢給網路公司 來做這個街頭訪問 既然是你DPP出的錢 民進黨出的錢 為什麼不敢讓全國國人知道 要用一個特別企劃 要用一個類似節目的方式 到最後才出現 DPP合作贊助 這不是假街坊 什麼是假街坊 我們仔細比對之後才發現 其實這根本就是 剛剛主委說的 假街坊真帶風向 經過比對之後 我們發現 其實在影片當中 所謂的 紀先生 我們來看一下 投影片的部分 影片當中 所謂的紀先生 張先生 其實都是台中市議員 張耀忠先生的助理 都是張耀忠先生助理演的 另外在 我們再看下一張 在影片當中的 劉 劉先生 東潤是你嗎 他根本就是民進黨籍 台中市吉隆里候選人 劉東潤 里長候選人劉東潤 如果你真的是台中市民 我們也相信你是台中市民 否則你不會代表 民進黨來競選吉隆里的里長 但是你為什麼不敢告訴大家 你就是里長候選人 你有什麼好遮掩的 這個身份 這麼讓你難以羞於啟齒嗎 這麼難告訴大家 你就是民進黨籍的里長候選人嗎 他們一起假扮民眾 告訴大家 這個是隨機接訪 來批評台中市政 批評市長盧秀燕 如果你真的是要做接訪計畫 為什麼不好好 隨機接訪台中人就好呢 難道你們怕什麼 你們是怕 民眾講太好了 講到你蔡其昌不用出來選了嗎 這三位其實非常可惜 今年的金馬入圍名單其實早就公佈 不然他們三位都演得非常好 其實都可以包金馬獎 我們在這邊要呼籲蔡其昌 站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到底這個企劃是誰做的 這個企劃這些假路人假民眾 到底都是誰安排的 我們相信雅虎可能也不知道 這些是假民眾假路人 我們要求蔡其昌一定要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出來道歉 為什麼要用這樣子的假街坊 真帶風向的方式影響選舉 另外我們也再次呼籲NCC出來說清楚 有人有候選人在用假新聞在帶風向 今天是距離1126選前倒數56天 也就是在8個禮拜之後我們就要投票了 他們非常遺憾的是看到現在台中市長 民進黨籍的候選人陣營居然用 DPP合作贊助的方式來做這樣的一個影片 而這個影片我們講了 這不是一個真正的隨機街坊 這是一個個定人事安排的街坊 假街坊真抹黑 各位如果有興趣去看這個整個街坊 這幾位所謂民進黨籍的議員的助理 或者是一里長的候選人 他們所講的都是在講現在 盧秀燕市長所做的不夠不足不好的地方 但是這真的能夠代表所有台中市民的心聲嗎 你是不是心裡已經有定見了 你是不是心裡已經故意要抹黑了 是不是完全都照劇本演出 所以你才會用這種假街坊真抹黑的方式 而且假扮自己是張姓男子 既姓民眾流姓男子 不敢講自己是民進黨籍議員的助理 怕什麼圖什麼 你們在假裝什麼 提出來兩個譴責一個呼籲 第一我們譴責蔡其昌陣營 自導自演的假街坊被抓到還大言不慘 因為其中剛剛我們富汗人所講的 流姓里長候選人昨天晚上 據文已經在他的臉書已經公開承認 就是他沒有錯 但是還大言不慘講說 我除了是民進黨籍的候選人 我還是台中市民 我來講有什麼錯 錯了 非常離譜 如果是隨機的街頭訪問 台中市民幾百萬 有那麼湊巧 剛好就訪問到你民進黨籍的里長候選人 而且你可以用流姓民眾來代表 四分多鐘的影片訪問了幾個路人 剛好其中三個就是你們民進黨籍的助理 或是里長候選人 被抓到還大言不慘 是在低估台中市民的智商嗎 是在低估台中市民的智慧嗎 對得起台中市民嗎 第二個譴責 民進黨中央蔡英文主席 請出來面對 過去有假新聞假民調假派報 剛剛我們發言人特別講了 兩個禮拜前大家印象還深刻的 鏡週刊的報導被民進黨桃園市黨部變成是派報 分別派到桃園跟中立的街頭的加護的信箱裡面 有假新聞假民調假派報現在還有假街坊 選舉選到澳部不斷繼續秀下線 這就是民進黨要給台灣人民的政見嗎 民進黨中央蔡英文主席請出來面對 最後我們一個呼籲現在有假街坊 我們可以想見未來可能還有假政見假政機 可能不是他做的他也會講說那是他做的 可能不是他提的他也會講說那是他提的 可能根本做不到他也會畫大餅說他來做得到 現在有假街坊以後就會有假政見假政機 相信台中過去三年多已經變好 堅持堅定的支持做事的人如秀燕相信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就可以 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GO還有優惠強好康喔